小狗小猫是每个想养宠物朋友的选择 但是您会选择养蜜蜂当成您的抒压宠物吗 八号局局长陈龙正在因缘际会当中接触到了蜜蜂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想蜜蜂最主要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尤其我是农家出身的 第一个蜜蜂它可以传播花粉 增加农民的一个收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主要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宠物 最主要是要看他蜜蜂的一个整个家族的成员 以及他严密的工作 以及他从出生到最后的死亡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眠不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像比如说他出生之后开始工作 那么他白天工作晚上他还要散动翅膀 然后来把他白天采回来 这个蜜当中的这些水分把它散发掉 然后再把它储存储存到冬天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那这种胃与筹谋各方面的工作精神 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这是疏解压力 以及去观赏他们家族成员情分工作 及胃与筹谋这样的精神 那么值得我们去学习 在学习当中了解 在认识当中发现 其实每件事物当中都有好的方法 有它的解决方式 每天的工作压力也有需要的方法 你呢 是否想找一个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 高卫明的采用报道